这支精油它是盐蓝草 所以它很浓郁 它非常非常浓郁 系属每一种精油的特色与调性 在劳动部多元就业发展方案的优活生活计划中 精油市启明关怀弱势协会的禁用人员 拥有一技之长 我们就会依照这些精油下去调和 例如说洗把精 乳液或是做成药膏 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现在在推的 就是精油露 它可以用在生活当中 系列香氛和精油等产品将带领消费者 进入一场感官之旅 透过嗅觉重新感受这美丽的世界 这里营造优质生活 协会善用场域提供不同课程 并鼓励参与者拥有第二专长 平常会做上课的场域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退休人士 来这边可以将他们的一些才能才艺 可以往下传承 所以我们有持房的插花课程 我们也有瘦脸的课程 然后还有精油按摩多样化的课程 希望除了场域的活跃之外 能够让斜杠人生能够更丰富 除了每一种课程的记忆传承 更希望参与者能够好好地关照自己 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检视自己 第二个由我们来提醒说 可能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能可以一起度过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好 这澄清式的体验 期待促进社会包容 以及提供有价值的就业机会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